到左下方 他们已经让 1100万的所谓 学龄前的小孩 能够因为太阳能灯 而开始受到教育 这件事情 常说要帮助一个国家 脱离贫穷的几个方法 一个很重要是教育 那还有像这次的疫苗 就让他们不要容易生病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照明 这件事情对于 让整个中低的阶层 慢慢有钱过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建设 那我快速讲一下 他们那时候这个小组 为什么能够 把研发这么好的灯 就是因为在 Stanford的Discord 一直强调 以人为本 对不对 user century design 讲到这件事情是 要做很多角色扮演 就你要自己去 想象去过在 完全没有灯的生活 到底怎么过 可是过上 所以你看他们的 右上方 在Stanford大学摆摊 就是他们去想象说 完全没有这些灯 只有很简单的工具之下 我怎么去卖东西 就你们刚刚提到 当地其实还是蛮多 以物异物 比如说卖很简单的 一些手作的商品 或者是卖 你们刚刚提到 咖啡 或者农作物 这些东西 如果在很简单的照明之下 要怎么去做 那还有 他们慢慢去注意到说 还是有委托 当地的一些市场调查 因为很多local knowledge 我们说在地知识很重要 在地知识 可以帮助他们 后来发展出一个提灯 用手提的灯 大家看起这几张照片 你看了会真的觉得 我们要好好感恩 我们现在所享有的生活 你看全家人 爸妈跟四个小孩 就一个小小的灯 的照明 那刚刚提到 因为有在地的人的帮助 你看看到这个左上方 这个妇女 她提的灯 上面有一个拉环 他们后来发现 就当地人喜欢用提的 有点提灯的概念 那这个提灯 还必须有挂 有这个所谓的 两用或多功能的用途 因为很多人晚上 骑脚踏车缓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比较亮的照明 你如果知道 有很多像Sansung 后来在所谓的第三世纪 我们比较低度开发 国家的手机 就特别强调它的亮度 有没有 就大家把手机 拿几个功能 一个是转账 就我们说的 行动支付在很大的 一个功能就是照明 所以这个照明要长达 30个小时 亮度要够亮 时间要够持久 那D-Lite 因为有跟赛地的一些 试料公司合作 所以他在这个提把 上面的设计就跟一般 我们在已开发国家的 灯的照明不太多用手提 对不对 他是直接提在上面 这是他有经过 市场调查的一个做法 那再来就是像这个 也是两用途 也感觉好像可以 如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电风扇 一个风扇 就一边照明 一边可以吹风 可以凉快 这是另外一个图 那他的这你看 在地的收音机 有没有很像 我们台湾在 爸爸妈妈 阿公阿妈那个年代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老师有说 这张主题还是延续 我们在讲 复合 就Hybrid的一些概念 那我一开始就有讲 那比较晚加入的同学 可以注意到 今天在讲 社会企业一个 很重要概念叫做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就是说 事实上要想办法 赚钱的一个前提 是我要透过做好事来赚钱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 坦白说是21世纪的人类 要应该要大力去鼓吹的事 因为地球 你有沒有注意到 大家越来越讲ESG 好像刚刚有同学分享 怎么样可以让 节省能源 可以不吹冷气情况之下 可以让整个温度降低 因为全世界目前有点过热 那你看中间那句话 是他们真正的 整个公司的主轴 也是可能我们未来 要去想象的生活 A flexible technology for the poor can be financed by sales rather than subsidy charity or philanthropy 就是不要透过补贴 津贴 或者是一些慈善 就能够让当地的人 在可以负担的情况之下 去过日子 用好的科技 那你们会问老师说 那刚刚提到很多应收账款 因为事实上确实 就这件事情 还是很多人付不出钱 所以呢 后来Dealight 就我说他们就找联合国的 另外一个单位 帮忙去做应收账款 融资 也是商学院的想法 就是应收嘛 那就像你们说的 那些债权显然不是一般 正常大的银行 会想要融资的债权 那所以呢 他们要透过联合国的 世界银行的组织 不同的单位 然后来把这个所有应收账款 再卖给世界银行 跟联合国那个单位 这样Dealight 就可以继续拿到比较可以 可以营运的资金 所以他们确实有做 应收账款融资 那另外一个是 他们有打一点点终端的市场 因为赛地还是有一些有钱人 他要是比较有设计感的灯 那也就是说有点做客制化 他没有完全走中高端 但是有针对当地的有钱人 慢慢设计出一些比较亮 比较漂亮的产品 这是他们后来有在走的一些niche market 那再回到负荷 就除了这个企业本身 设计里面的负荷之外 就刚刚提到 怎么样让更多的在地的生活 去享受到这样一个 取代掉昂贵又不环保的 没有降低空气污染 所以他本身有 环保跟经济负荷的议题之外 当地的很多生活条件 包括小孩可以有更多照明 可以读书可以学习 家庭的社交活动 因为有灯光 他可以做更多元的发展 包括夜间的工作者 可以有比较安全的照明 这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叫做a brighter future 更明亮的一个未来 我们常常说 企业的核心价值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字 a brighter future 几乎就已经说明这个产品 跟他们公司 所要去做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是最后 也是我认为 未来以开发国家 要去想的 叫做去中心化的能源 其实D-Lite 为什么我一直讲说 会是未来以开发国家 包括台湾这样的小经济体 可以去想的一件事 就是其实我知道大安区 有一些区的里长 已经在推动能源自主这件事情 就不完全依赖台电 就是开始去推动社区自主能源 包括未来的电动车 如果你知道电动车的故事 其实从特斯拉 他们的想法也是 未来电动车 它的充电是在家里面充电 那你家的墙壁叫太阳能墙 你家的天花板叫太阳能板 白天积了足够的太阳能之后 就可以直接在家里充电 用特斯拉的电 所以整个也是一个自主 自己自主的一个概念 这是未来可能21世纪 跟22世纪的人类 在想的事情 就不要完全是中心化 而是要透过去中心化的方式 能够让能源的使用更具有 客制化更精进一点 不要因为你如果是用电力 你就会觉得这随时有电 但是如果自己是存电的话 概念就不太一样 那我最后这张图是要提到的是说 如果我们知道ESG 如果你的公司刚好有在做ESG的话 那刚好东吴其实在5月12号 我们在闭关之前 刚好办过一场研讨会 那时候我就听到一些长官们 在分享个案 那就有提到联合国的15个 应该说这是应该不止15个 17个永续的议题当中 你蛮多语会者 包括国泰金控 今天有国泰金控的同学 国泰金控你们的那个很厉害的 营运长有提到 每个企业要做的永续的事情 其实要尽量focus在公司 本来就在做的事 就是不要去做离你太遥远的事情 比如说你是郭台铭 你要做D-Lite吗 还是你要做的是一个刚刚提到 绿色供应链的概念 或者是你是国泰金控 因为国泰金控你那边有奖 所以你在贷款上面 是不是开始会带给一些 有强调绿色环保的一些公司 从贷款来把关 那现在就是包括台湾的金管会 都在鼓励企业要做金融机构 要慢慢的有一定的比例 你的每一年的贷款总额度当中 可能有三成到四成 必须要贷款或是投资在 比较sustainable的enterprise 这是目前一个大方向 就是为什么要在这堂课 特别提这件事情 因为显然是大势所趋 从金融 从科技 从本身你在做绿色环保 那回到我最后 今天的一个假的命题 因为我问你们中长期成长 对不对 事实上 其实在永续企业的概念 或是社会企业概念 强调的是sustainable 是这个字 就是只要能够活着就好 你不一定要很能够赚钱 那活着背后的几层意义就是 你要想办法自给自主 然后第二就是你要想办法 跳脱现有的经营模式 或跳脱现有的一个获利的方式 现有的融资方式 所以像D-Lite从一开始 他整个融资 他找了天使投资人 就不是传统那一种 以获利为目标的投资人 然后更会善用联合国 跟世界银行这些资源 去包括碳排放的交换 这些都是他一开始 在思考的逻辑就不太一样 这是我还蛮鼓励 学生做这件事情 那包括你本身的公司 如果你刚好就是在 CSR部门或是ESG部门 其实可以开始 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课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来我们请 没有 那小文学到了什么 一人讲一点 我们就要小小的 让大家再休息个十分钟 好 佳金好了 佳金今天回答很多 佳金第一点 小文第二点 配方第三点 一人一点 你说学到什么 对 从这个个案当中 佳金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觉得一个企业 当然他的出发点 不像老师说 这几个年轻人 他的出发点就是想着 让更多的人去 分享到这个产品的好处 去照顾 很像照顾人群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是 拿着我们的目标去走 所以就跟我们班的企业 经营一个公司的相反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方向感不一样的时候 当然你做的东西就会 你的 mission 你的实力就会 那个种子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 像我们那种一般公司 你先就是赚到钱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回馈 回馈的话就是想到这些 CSR或者是ESG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说 我们最后的最终的目标 还是要分享钱 希望也赚不完 要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也要赚钱 也会照顾人 没错 没错 好 很感人 我们谢谢嘉金的分享 现在常常讲说 其实我刚刚就想到一个 我们现在老师在合理设计 其实整个Stanford Design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好用的设计 我不要它是非常厉害的设计 就是reasonable跟useful的设计 我知道Stanford 他们一直很强调 你不要去想破坏是创新 但是要想的是说 好用的创新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提到 现在越来越多 在讲所谓的B型企业 你们没有听过 就是那Blandofi那个字 就是Belivalence 就尽量去做好事的企业 就有点在 我一直在提到 感觉整个有点新的主流在出现 以前企业最重要的存在目标是获利 但是现在慢慢有点像 从那个所谓的Shareholder 从Stakeholder 以前是说要照顾利害关系人 对不对 那现在叫做 应该说以前叫Shareholder sorry 以前叫做照顾股东 Share就是股东 现在在照顾Stateholder 这是蛮大的一个思维上的突破 那希望大家慢慢去体会 那小文今天学到哪一点 哇 就是有说老师 这件事情还是很不容易做 想起来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其实 我学到就是其实我蛮佩服他们的啦 因为他们其实是商学院的学生嘛 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功利 那其实他们去注意到一些底层的问题 然后重点是他们注意到之后 他们还去解决问题 对 然后是有成功的 对 其实这个真的让我蛮感动的 然后再来就是 嗯 其实之前老师一直我在讲嘛 就是复合的商业模式嘛 那其实复合就是可以创造重项嘛 那其实 在之前老师在讲这个商业模式 这个方式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我其实那时候只觉得说 哦 那可能就是用在比较 真的就是商业模式嘛 就是真的是要赚钱嘛 那我没想到说 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可以用在这种 比较绿色企业啊 这种真的比较 比较做公益慈善 这种地方 对 谢谢小文的分享 没错 因为这是我最近在整理 复合的几种太阳 过去在讲的复合 都比较是说 无印良品跟 7-11合作 就是盈利事业跟盈利事业之间 创造合则两立的商业模式嘛 但是现在比较越来越多 另外一种复合 像社会企业 然后就盈利跟非盈利之间 怎么产生一个复合的效益 就是我如何一方面 帮助 透过盈利的手段 来做好事 我最近在读到几篇 就是也是类似像违行贷款 他们就有提到 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包括你要用社工 你要让社工跟银行家 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这件事情本身难度非常大 那比较合适的方法是 我后来看到几个 就是说社会企业最难是在 找到对的人嘛 就跟你有同样想法 所以他们后来 与其找了很有使命感的志工 社工跟很想赚钱的银行家 来公司工作 不如找所谓的 像Stanford这样的学生 就他本身没有太多工作经验 但是他在商学院或是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有受过类似想法的人 过这样的人 然后慢慢的教他们如何做business 这是目前来讲 这是比较容易的做法 他们说这叫做socialization 一个所谓的社会化的过程 还蛮有趣的 那第三种复合的方式 就是你们应该也听过 就是开放媒体组织的open source 就是开放软体 open source跟像微软 跟一些Apple大企业之间的复合 我会发现原来复合有这么多种形态 那今天是介绍社会企业 我们可能下一堂课再介绍几种 或是没办法赚钱的模式 怎么跟赚钱的方法来做一个hybrid 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观点 谢谢小文 有看到今天的重点 配方呢 配方我们要分享 或是要提问的 我觉得老师今天说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 每个企业在进行所有发展的时候 应该是不要忘记初衷 那我觉得老师今天讲的就是 不要说赚了钱之后 可能就已经忘记你原来的初衷是要做什么 那刚好老师最后有讲到一个SDGs的部分 因为我们公司总部 日本总部跟台湾这边 其实最近都在用这个部分 去做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刚好我们这阵子都在讨论这个议题 就是一个企业来讲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 老师讲的就是 你在赚钱的同时 你可以顾及到在这17个目标里面 我们可以企业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现在全球企业都在进行的部分 那刚好老师讲到的重点 刚好我们也是最近都在做 这个部分的一个计划 对 好 因为我谢谢 谢谢配方的分享 对 确实联合国这个应该 这会是一个未来的新的主流 就是消除贫穷 消除饥饿 然后健康福祉 教育品质 性别平等 净水跟卫生 可负担的能源 就业跟经济成长 大家有看到这几个 还有永续城市 像我看到 我很多年就看到 新加坡在做 那个永续城市的议题 他们甚至完全填海造路 然后弄了一个全新的城市 我看得蛮惊讶 他虽然非常的人造 但是他强调就是完全可以一个 建立一个recycle的system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用太阳能发电 然后水如何循环使用 因为新加坡的水资源 本来就很有限 包括刚刚提到 这不只是energy的recycle 包括水 如何recycle的 不断重复利用 那台湾今年刚好遇到 所谓缺电缺水的问题 当然还有缺疫苗 但是我就觉得说 这些东西可能是 你以前觉得它很远 现在可能每一年 我们都觉得迫在危机 就危机 就是每一年我们要开始去想 怎么样让我们越来越 有一个自给自主的能源 从企业来看 从个人来看 从学校来看 可能都必须想这件事情 让我们越来越sustainable 好 那OK 谢谢三位同学很棒的分享 那我们大概现在是8点10分 我们大概在休息10分钟之后 就要把今天的主题交给 支付宝跟街口支付 好 OK 那等会见 等会见 谢谢 等会见